普典波羅娜肉醬寬扁麵 它有加雞肝慕斯欸 很少聽過 彎彎真正的雞肝味 入口即化的感覺 培肩咖哩豆腐牛 其實我覺得它完美的解決了很多人吃超商牛肉咖哩的痛點 麵茶花生雙餡餅乾三明治 它餡料多到就是有點看不到底層的餅乾欸 卡士達麻糬泡芙 它好像是一個特殊的皮欸 我感覺裡面有東西在流動 我好像很常了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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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女生Kiki 歡迎收看今天的Kiki新品吃什麼 今天要開箱全家新品啦 這一次呢總共買了850元左右 就一起來開箱吃吃看有什麼好吃可以分享給大家的吧 等待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需要保持自己按個讚 還有訂閱關注的朋友幫我訂閱一下喔 好了嗎 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要來開箱的是這一次 全家跟Solo Pasta的聯名 那它是一間台北滿有名的義大利麵餐廳 我們先來吃這一款 古典波隆納肉醬寬扁麵 寬扁麵的份量看起來還滿多的 然後也有滿滿的肉醬 最特別的地方是啊 它有加雞肝慕斯耶 很少聽過 雞肝慕斯 就是上面這塊 沒半開之前先吃吃看 好好奇喔 我要換真正的雞肝味 是慕斯的口感 入口即化的感覺 而且不會乾 因為有些雞肝吃得很乾 也不會有那種腥味 反正我沒有吃過耶 但是覺得吃到覺得很酷 它雞肝少少好像味道很濃 對 它跟肉醬是相輔相成 還滿好吃的 寬扁麵它就是屬於微波完之後 不會因為微波被影響 它的口感就還是根根分明的 肉醬的部分 味道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最大的亮點 絕對就是它的雞肝慕斯 因為加了雞肝慕斯進去之後 這道料理瞬間變得很特別 好的 那就來評分了 我會給這個 古典波羅娜肉醬寬扁麵 7.5分 其實整體吃起來還不錯啦 如果你本身很愛吃雞肝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應該會嚇一大跳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後花園松露白醬筆尖麵 這一款的醬呢 跟上款比起來 上款好像稍微再多一些些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搭配的是 乳清起司醬 還有松露蘑菇醬 它感覺每一樣都會讓你覺得 欸這個好像沒有吃過的感覺 對啊 既熟悉又陌生的這個醬 它聞起來有一個很特別的奶香味 跟一般的松露白醬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一款它白醬奶味的部分比較強烈 反而起司的味道比較淡一些些 松露的味道也是欸 難得松露這麼搶眼的 居然會被白醬給蓋過去 佔了其中1%的味道而已 而且我原本想說 這樣子的搭配應該吃起來會比較鹹 比較重口味一點 但實際上它吃起來鹹度大概 6分到6.5分之間而已 我很喜歡它的筆尖麵 因為我覺得它筆尖麵微波完之後 跟在餐廳吃到的也是一樣的口感 Q彈Q彈的 絲毫沒有那種濕軟的感覺 即便它沒有分層 你微波完之後那個醬一樣是 本身就在上面 但它沒有泡爛 蠻好的欸 但如果純粹就醬本身 我覺得上一款的肉醬義大利也比較好吃 來試試看它的肉末 肉末的話稍微可惜一點 畢竟微波完它比較硬 比較乾 好的 那就來評分了 我會給這個 莫花園松露白醬底尖麵 6分 雖然麵體的口感我覺得很好 但是醬本身呢 我覺得這一次的搭配 比較沒有那麼吸引人的感覺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全家最近的蒸包機 出現了新的南洋風味系列 有一個卡香雞肉包 我覺得很特別 其實它蠻大顆的耶 對喔 蠻大顆的 喔 蠻大顆的 喔~~~ 餡料感覺蠻多的耶 喔 蠻香的耶 有種鬼仔肉的感覺 吃起來超級鬼仔肉 是那種九層塔加爆的鬼仔肉 嗯 其實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它調味蠻好吃的 但是它的鹹度呢 沒有因為做成包子醬一點 它吃起來就是很熱炒店的那種感覺 而且其實我覺得它醬汁也夠 所以吃起來不會乾巴巴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30塊錢可以買耶 好的 今天就來評分了 我會給這個 塔香雞肉包 8分 其實我蠻喜歡它的調味的 如果你平常愛吃塔香雞肉的人呢 我覺得這個還原度很高 好 可以買來試試看 三個要來開箱的是 培肩咖哩豆腐牛 它裡面的豆腐很多塊 牛肉的話 它是牛肉粒 醬的話也蠻多的 欸 它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很少有咖哩是做豆腐牛耶 其實我覺得它完美的解決了 很多人吃超常牛肉咖哩的痛點 因為牛肉咖哩常常微波完之後 它的牛肉因為又切的比較大塊嘛 微波完之後就會乾硬 但它不會 它的牛肉粒是切的很小塊 再加上豆腐很嫩 搭配著它的咖哩一起吃 我覺得口感是好的 而且它的豆腐超入味 咖哩醬是吃進豆腐裡面的那種感覺 而且因為它是做分層設計 所以你再吃到這個米粒的部分 它還是粒粒分明的感覺 只是我覺得它調味偏重 鹹度大概落在7.5分到8分之間 可是是完全沒有辣度的喔 好的 那加評分了 我會給這個培肩咖哩豆腐牛 8點5分 我蠻喜歡的耶 因為我覺得它豆腐給的很多塊 而且口感吃起來嫩嫩的 跟這個咖哩的調味也很搭喔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雙月的剝皮辣椒鹽水雞 好期待喔 因為剝皮辣椒 除了他們家招牌的雞湯之外 現在要延伸到鹽水雞的範圍了 裡面有筍乾 雞肉 玉米筍 豆干還有海帶 它裡面的雞肉有大有小 然後大塊的有到這麼大 你看超大 超大塊 有違和感 而且我知道那個違和感 來自於平常吃剝皮辣椒 都是熱熱的食物配這個味道 所以剛開始一入口的時候 是剝皮辣椒的味道 但尾段的時候又是一般鹽水雞的味道 所以你會覺得有點違和 剛開始覺得好像要拿去加熱 可是吃到最後想說這加熱應該也怪怪的 不然其實我覺得它雞肉口感也還OK 只是調味可能要習慣一下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 它的筍乾跟它的高麗菜都超多汁的耶 感覺在嘴巴裡面沖泡冷的剝皮辣椒糖 它的鹽水雞本身 口感都沒有問題 都很好吃 但就是在調味 看大家能不能夠接受 好的 那就來評分了 我要給這個剝皮辣椒鹽水雞 5分 它卡在一個 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它的一個 就是怪尷尬的感覺 兩個都不錯 但搭在一起就是不合適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鹽蔥雙牛舒滿盒 裡面的配菜很多 有蛋 有花椰菜 豆芽菜 豆腐 以及地瓜 紅蘿蔔 那雙牛的部分呢 我發現它應該是 牛肉片 還有牛腱肉兩種 上面還有鹽蔥 我剛剛有特別看了一下它的熱量 最近呢 因為去日本一趟回來 就有點變胖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 終於開始認真 每一餐都稍稍的在注意一下熱量 241大卡 沒有超過300卡的正餐 感覺都還OK 不過它感覺就是配菜為主 然後唯一有一個 可能可以讓你吃的比較飽的 就是它有地瓜 牛肉片其實還OK 不會說是很軟 但也沒有很硬 我覺得還OK啦 以健康餐盒來說 牛腱肉有點斑 但調味我覺得還不錯 通常這種健康餐盒吃起來都會調味很清淡 但我覺得它的鹹度 肉片的部分大概都有到 7分到7.5分 所以吃起來不會讓人覺得太淡 豆芽菜太好簡單 搭配黑胡椒 吃起來味道也還不錯耶 其實我覺得它這一款餐盒是調味不錯的 但口感就還好 像我剛剛吃到的牛腱肉 還有現在吃到的花椰菜 一個是太乾 然後花椰菜是太濕 暖暖乎乎的感覺 來吃看豆腐 豆腐就真的是完全沒有調味了 但口感嫩嫩的還不錯 來吃吃看這個蛋 這個蛋裡面呢 還有加一塊一塊的蛋白呢 雖然它是蒸蛋 但是我覺得它吃起來有好蛋的香氣 我覺得蛋應該是這裡面餐盒當中最好吃 地瓜硬硬脆脆的 欸 很像馬鈴薯的感覺 喔 好特別 這一款健康餐盒 它吃起來的感覺比較像是 跟你很多的配菜 讓你吃起來感覺很豐富多樣 只是有些東西可能微波之後口感會變 好的 那個平分了 我會給這個鹽蔥雙牛舒滿盒 5分 對我來說還好是因為 它就是有些好吃有些不好吃 下次呢 我就不會想要特地回購了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這一個是 泰式野菇麵沙拉 它裡面除了有生菜 玉米 紫陽蔥 小番茄之外 上面還有一顆圓圓的蛋 麵在這邊 醬也都在下面 喔 我以為它做成麵沙拉之後 泰式的味道 鹹度不會調的太重這樣 沒有 它是非常重口味的那種泰式的調味喔 我覺得它泰式醬 有一點打拋豬的感覺 但是呢 泰式醬不會放在生菜上面吃 有一種疑惑感 重點是 它再搭配義大利麵 所以又有一種三重圍合感 這個組合跟搭配我吃不懂 味道合理 可是口感很衝擊 剛開始是濕潤的泰式醬 鹹鹹辣辣的感覺 再來呢 麵QQ的 然後最底層 生菜脆脆的 來吃吃看它的蛋 這個蛋就很搭 這個泰式醬 那它的辣度大概是小辣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在可以接受的程度 只是我覺得重口味的泰式醬 直接搭配義大利麵跟生菜 那個口感可能還是需要習慣一下 除非你有常吃溫沙拉 不然我覺得一般的這種麵沙拉 我還是比較習慣吃冷的 調味可能會清爽一些些這樣子 好的 那就來評分了 那我會給這個泰式野菇麵沙拉 5分 其實它的野菇也很Q 然後麵也不錯 生菜也不錯 就是調味 覺得這個搭配我吃不太習慣而已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這一次全家麵包 跟陳耀迅的聯名 這一系列呢 我挑了兩款 我覺得很特別的來吃吃看 先來吃這一款 鹿港麵茶墨西哥 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鹿港麵茶 進入麵包裡吧 嗯好像是耶 超香 可以吃的到我覺得蠻開心的 它長得很可愛耶 圓圓的 是它比較圓還是你的臉比較圓 好像可以完整遮住我的臉耶 好像差不多圓耶 跟我的臉型好像 對啊 為什麼我要被你這樣操控啊 最上層感覺是有一層比較綿密口感的 咬下去呢 它的麵包體是比較Q彈有嚼勁的感覺 不是那種鬆軟類型的麵包 淡淡的米茶香 在最外層沒有到很濃 喔吃到快要擠的時候才發現 米蝶餡 最濃郁的味道在這裡啦 有吃到餡料的部分 它米蝶味道真的很重喔 蠻甜的 甜度至少有 8.5分左右 非常濃非常甜 而且你仔細吃它的那個餡料 咬到最後它會有一種 米蝶粉糊糊的那個感覺 不過我覺得啊 還蠻希望它餡料從前半段就有平均一點點 不要到後面餡那麼多 前面吃起來淡淡的後面又突然很甜 會有點太衝擊的感覺 好的那就來評分了 我會給這個陸港米蝶墨西哥 7分 我覺得你如果本身有愛吃米蝶的人 可以來試試看 只不過呢 我覺得吃到餡料的時候 你會覺得比想像中再甜一些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炸彈奶酥麵包 但是我覺得它跟我小時候看到的炸彈麵包比起來 好像又尺寸再小一些些 豐富膨脹啊 其實很可愛喔 其實我覺得炸彈麵包也很像放大版的檸檬麵包 我小時候都叫橄欖球 這兩款麵包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吃起來口感都是比較偏紮實一些些 調味跟小時候吃到的炸彈麵包差不多 奶酥餡很多喔 在中間這裡 奶酥的味道我覺得跟一般吃起來奶酥 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我吃不太出來 它的調味裡面是多加了什麼的感覺 但是吃起來有比較甜一些 甜度呢大概落在8分到8.5分之間 口感比較紮實 它的奶酥我覺得有點可惜的地方是 吃起來比較乾一點點 好的 那就來評分囉 我會給這個炸彈奶酥麵包 6分 我覺得這兩款麵包比起來 米蝶款的比較會有記憶點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麵茶花生雙線餅乾三明治 它用的是丹麥的冠軍奶油 還有日本熊粉製粉的麵粉 麵茶一樣是入港的 但是這一款跟我們前面吃到麵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一款的麵茶是搭配花生 哇 欸它餡料好多喔 它餡料多到就是有點看不到底層的餅乾耶 我聞起來很香耶 喔 它很酷的地方是 它的花生是可以吃得到 花生碎粒在裡面的耶 米蝶搭配鮮奶油一起 會有一種很綿密的口感 然後外層的餅乾又脆脆的 加入花生進去 米蝶的香味更明顯 會變得很突出喔 而且我原本想說這個三明治餅乾 口感應該會有點接近消化餅的感覺 但是它吃起來是比較濕潤一點的 沒有那麼乾 搭配這個內餡我覺得剛剛好 雖然相對來說 它真的也蠻甜的 甜度大概有到8分 但我覺得味道是 跟我在入港喝到的那個米蝶的味道 一模一樣 很香 內餡綿密到有點像是在吃冰淇淋的感覺 它有一層鮮奶油的餡料 然後同時還有一層米蝶的餡 這個很好吃耶 好喜歡喔 好的 那就來評分了 我要給這個麵茶花生雙餡餅乾三明治 8點5分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耶 是吃過之後會想要回購的喔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卡士達麻糬泡芙 每次看到麻糬跟泡芙一起的時候 我都會疑惑 它是麻糬皮還是泡芙皮 這個呢 欸 它好像是一個特殊的皮耶 這什麼是饅頭嗎 其實我覺得它看起來比較像麵糰 喔有點像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的地方是啊 它裡面感覺起來是水感 我在這樣子拿的時候 我感覺裡面有東西在流動 蛤 你知道它是這樣 它外層像是軟軟的麻糬皮 然後中間包著卡士達醬 但是你要說它是純粹的麻糬皮 好像形容又不那麼完整 沒有像一般的麻糬皮那麼Q 像麵包 又有點像麻糬的那種感覺 這個卡士達醬呢 跟一般的卡士達醬也不太一樣 它是比較液態的 這邊上好像很難找到同類型的東西 所以很難去跟大家形容 你過去吃到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很新的類型 這個就是需要時間來習慣它 剛開始吃到還是感覺蠻衝擊的 它的卡士達那些稍微甜一些些 甜度呢大概到8.5分左右 只是就是不是你光看名字 就能想像到的口感 好的那喜歡評分了 我會給這個卡士達麻糬泡芙 7分 它適合嘗鮮 我吃過之後 會想要分享給身邊的朋友也試試看 因為它真的太酷了 好的 那麼今天所有買回來的全家新品 都已經開箱試吃完畢啦 中間所有吃過的呢 我來分享我心目中覺得最好吃的前三名給大家 首先來公布今天的第三名就是 古典波羅娜肉醬寬扁麵 它給的肉醬非常的多 它跟以往吃到的那種肉醬意大利麵不太一樣 是一個很特別的調味 尤其是它裡面有雞肝慕斯 我覺得這個組合跟搭配過去沒有吃過 所以覺得很苦 再來公布今天的第二名就是 培仙咖哩豆腐牛 它的豆腐口感真的很不錯 微薄完之後就還是嫩嫩的 它的豆腐又非常的入味 跟咖哩搭配起來 它的豆腐跟它的牛肉粒 這個組合也還蠻不錯的 今天的第一名就是麵茶花生雙餡餅乾三明治 這一款呢我覺得蠻驚豔的 而且我覺得是這一次米蝶系列 搭配起來很棒的 米蝶的味道很濃郁 很能呈現出入港米蝶 很香 而且它的內餡還可以吃到花生碎粒 口感層次很好 搭配的餅乾也不錯 這一款也很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的 那麼以上就這次要分享給大家的全家新品開箱啦 也歡迎大家下一次呢想要看我開箱什麼樣的新品的話 也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不要留言 還沒有訂閱我頻道也幫我訂閱一下喔 目前在挑戰就三次更新影片 打開小鈴鐺就不會漏掉有什麼東西啊 那如果想要追蹤的更多動態呢 也歡迎到1點讚或者3G喔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結尾一直卡詞 因為我在講的時候 腦海裡一直出現 咪咪咪咪 一直瘋狂的出現這個字 然後就忘記我要講什麼了 這句話真的是聽了之後就超級超級洗腦的耶 可是小桃真的跑掉了 好 找到了 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沒有那麼久 想中你找得到了 不用造謠 他真的是小桃本人 他真的很可愛 他很皮啦 真的是很皮 就是這樣子給大家看那一把 慢慢長大 好啦 大家晚安 掰掰 我一直講 我問我看 後來我想到一個GKOW的小桃 然後他每一天都在那邊說 咪咪咪 但咪咪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嗎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看我 他會一直求關注啊 所以我會吃著這個米蝶喊咪咪咪 大家就要咪咪咪 對嗎 看到了嗎